都找到那个写作业的网站 那就先把它放着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那个 刚刚我们已经会那个新制图的基本能力 所以基本上你自己 自己已经会产生新制图 因为它是训练你的抽象化的基本能力的部分 所以我会建议各位老师还是经常的去使用它投心一下 不要一开始就用AI AI是用在那个增长渐纹跟要快速跃停的部分 需求的重点不太一样 如果你一直用AI你没有自己练 你的那个新制能力不会成长 你的新制能力不会成长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来讲那个快速的部分 那以刚刚各位最熟的那个Xmine跟Xmine 其实他们的官方的网站上面有成功AI跟新制图的部分 只是说它的免费扣打比较少 各位可能升了两三个就可能后面就不能用 他就要叫你付费 那你这时候如果想再用呢 就要换一个帐号就可以了 就可以再生一个人参业 那毕竟不是长远的办法 那我们来练习一下 但是还有其他的新制度网站也可以升 所以你至少你自己的一个帐号可以用好几个帐篷 那请各位浏览器打开在任何一个搜寻的页面 请你我们先到Xmine 找Xmine Xmine 找到Xmine的官方网站 Xmine 官方网站 Xmine本身呢 他的网页上其实就可以直接用Xmine 所以如果你是用行动展序的 你可以这样用 那我们继续咯 我把画面广播一下 那你找到Xmine 你Google找到Xmine的官方网站 进来之后呢 你上面就会看到Xmine的AI 所以他就把那个广告放在最上面的路上 所以我就fineline 试试看 那进来之后 因为他是要登录帐号才能用 所以你第一次呢 第一次进来他会叫你注册 所以请你就用一个 他用Google帐号就能注册 请你稍微注册一下 然后他可能会问一些问题 你就简单的回一下 就可以进来这个画面 那请这位就操作一下 那Xmine也是类似 所以你也可以去Xmine 所以你也可以去Xmine 试试看 你可以打开那个Google的Bineer 只要是网页版的 都可以开GoogleBineer的外卦 不然的话 你就是要找它的原始的界面 有没有那个设定的 有没有那个语言的选项 所以每一个软体都是这样 所以我们其实去到任何一个 没见过的软体 第一件事就是先看看 这是不是网页版 网页版我就开Google翻译 如果不是网页版 就去找一定有没有设定的 如果没有看到齿轮 可能会在大头的帐号里面 出去翻译 所以你要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新的软体 你可以自己去尝试 第一件事中文化就是找这个问题 Personal 选Personal个人使用 好 个人使用 那他如果问一些问题 就简单拿回合 嗯 那我要先 就是 然后去去吧 如果你刚刚你的那个浏览器的页面上已经登入你的Google身份 那它就会出现说你谁的身份继续这样 按就继续就好了 基本上现在注册都蛮简单的 如果进去变英文你就再点一次中文 再点一次Google上面的右上角 心心旁边有一个Google文那个地方 那不过你要注意一下有些有些界面写的图是很好 所以有一个情况你不能开中文翻译 就是如果你发现你去点它界面的某些按钮 然后失效 你觉得是我的电脑很卡通吗 不是 是它的按钮失效 那这时候你就把那个翻译关掉 就会更难 我遇过有这样的现象还蛮多的 所以有时候那个遇到卡度或者软体怪怪的 界面怪怪的 你就把它恢复英文 就是想要知道那按钮是什么的 就切一下中文 然后看完就切回英文 那你这边呢 我把它放一切一下 那你进来之后呢 这边是你的空间 那可能会有东西 也可能没有东西 这时候这里有一个new map 我们就可以新增一个新字图 那新增新字图呢 就前面有一个relect 就是空白的 那空白的地方呢 你就注意看一下 如果 你点到那个中间 先 要先有标题 你要主题 谢谢线上的老师 我太久没有用 那各位 GitMine好像是直接按那个 XMine要先主题 你来试一下 谢谢线上的老师 我太久没有用这个 我把画面切一下 各位老师 你要先给他主题 所以 你想想看 你要做什么样的新字图 比如说我要一个 超速觉醒 超速觉醒 我想了解一下这个主题 AI会给我什么建议 或者是 会给我总结出什么栽药 然后你主题有了之后 你就把它点一下 它就开始帮你生 你连网页都不用看 不用学 你不用去找 不用去找影片 不用看网站 不用买书 它帮你生一堆 然后再顺便跟各位讲一下 在新字图的软底里面 你按着那个Ctrl 然后滑鼠的滚轮往后 它会缩起 往前会放大 所以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去移动 它的 移动你要看的位置 或者用那个滑鼠的滚轮按着 它可以移动 或者是两根手指在 在你的触碰板 这样移位 这样就可以移动 所以你看 它现在就帮你把 把那个快速觉醒 怎么样超速觉醒 合理时间规划 学习策略 学习资源 然后追踪跟评估 它就帮你做了这样的分类 那当然你这边给的东西如果很简单 它给你的东西会越 越 因为它的资料簿是全世界的资料簿 所以如果你的要求非常的笼统 它就增出来给你的东西也很笼统 那假设你会给它的东西比较 比较仔细一点 比较仔细一点 比如说 记得那个超速觉醒的文物上 有一本书 有这本书 所以如果你是要针对那本书的概念 你看 针对有一本书 超速觉醒 所以我稍微看一下这是做的事情 在这里面 好 如果网路上有人把这个已经非常过人 那你在这边我们再开一个新闻 View Map 你在那个主题的地方你把它写强心点 然后你再去针 它就会更针对这个主题去帮你做资料 就会比较像是你要的部分 所以你下的那个移植的部分 你要比较仔细的去描述你要的内容事情 所以你看它就针对 它真的就是针对那一本书 那网路上有影片 你可以去看影片来对照一下 那所以我 我现在 现在为了交 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 大概基本能力到一个地步之后 我们要学的就不是基本能力 而是大量的越调 快速的越调 来产生你的智慧 那所以藉由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可以马上 这种书的材料全部抓出来 抓出来 抓出来这个大刚之后 我会通常会稍微去看一下 这东西是不是我要的 如果我要学的时候 我还是会再去看一下影片 因为你有时候它抓的东西是比较浅浅 现在的新制如软体 它抓的东西都是浅浅 比较浅浅浅浅浅浅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它帮你做大量 但是它抓不到那个背后的东西 就是有时候我们看这本书 我们想要学的是 这个超速学题的不只是一方法 我更要学的是 要交一个作业 所以你要想好一个主题 去生一个新主题 然后去交作业 所以这边给各位多一点点时间 那你就换账号 不然就换QMine QMine也还有机会 QMine也可以用 交一张就好了 然后简单写一下你的感想心 不管是针对工具的 还是针对那样机制的主题 请各位做作业 然后放到那个 Header上面 这是第二个作业 这是第二个作业 第一个作业是 你要自己回去走动 走动作 其实你后面有没有参考AI 我也不可能 但是我要看到的是 有自己想法的新主题 请各位做好 就把它贴在作业分享那边 交作业的那边 第二项 然后简单写一下 不管是你针对工具 还是针对你学习的内容 还是针对你学习的内容 做一个简单的想法或栽药 所以像我的作业是写马铃 我去看那个马铃段 去用AI帮我升新视频 然后我的感想 马铃失败很多次 终于找到自己的赛道 所以人生有时候是要选择 要不断的资败 不断的做新的选择 各位做一下作业有问题解锁 好 那AI升新视频的网站很多 所以 可以稍微玩一下 后来用完之后 你可以用新菜去做业 反正大概都有两三次的机会 然后如果还不够 等一下我们再介绍另外一个 再介绍另外一个 所以你要求的越具体 AI回复的你就会越准确 然后因为我们现在免费的扩大很少 如果你有交钱 你就可以在纸节点那边 再去做新增 他也可以再用AI 所以都是可以在做修改 因为我们扩大很少 大概你用 就没几次就没了 好 那如果你的扩大很快用完了呢 你可以试试这个 还有很多个 还有很多个 MAPIFY 这个网站也可以 免费也可以有一些扩大 可以 对 就截图 然后贴到那个配列那边 作业那边 要记得写字的名字 这样我才知道 教会的事情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 有跟各位介绍说 怎么自己找工具 对不对 因为跟你讲 AI这个时代 实际发展的太快 AI可以协助的地方太多了 所以现在甚至有很多老师 开始自己取工具 比如说写上课的 贵罗斯轮盘 或是写一个时间的计算工具 等等等 已经有很多老师 开始了 自己取工具 那不是重点 重点是说 这工具日新月异 而且可能一个礼拜 就出现好几个新工具 像我们上个礼拜 就看到三个完全没看过的工具 School AI 专门复学校老师的 整套的 整套的 里面老师想用的AI 几乎里面都有 然后又看到一套 Student AI 都是复学生的 刚刚那个叫Magic School 这个又一个 Student AI 专门复学生的 然后陆陆继继继 又听到什么 No2KLM 就一堆 最近工具是越来越多了 多到我们都来不及全 你就赚丢成你 所以 现在就变成说 当我们 有需要 我们有一些想法 要过去的时候 我才会去想说 这都我需要什么工具 然后我才去搜寻 那搜寻到的时候 就会像各位刚刚一样 就先测一下 先测试一下 你觉得 这样测起来 两三次 测起来感觉 OK 如果 测了三五个之后 觉得这一个感觉最好 那我又需要用 我就会去找 所以你会发现 以前都缴第四台 现在都缴AI的钱 所以我们群组里面有很多人在抱怨 就是从AI出现之后 他一个月的薪水要缴三万块钱 因为他用了很多AI的工具 但是都很好用 所以效率加倍的同时要速度带进 所以效率加倍的同时要速度带进 那我们来 可以了吗 可以了 都检测一下 我们现在讲一个比较厉害的 好 没关系 没关系 你上去 切 那我现在讲另外一套 那一套比较厉害 好 我们现在讲另外一套 我把画面再切一下 好 好 谢谢 好 依旁